我覺得人生有很多階段 你跟你父母永遠不會 處在一個超完美的狀態 可是我覺得有沒有 雙方都很努力想要 和好跟沒有遺憾 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我超級 我真的是可能要很感謝疫情 沒有疫情我不知道我可以 這麼 可以跟爸媽相處得這麼仔細 然後也明白他們的存在 看見他們不一樣 就是也許媽媽的襪子還是亂丟 可是我已經懂得欣賞他了 然後我的爸爸也 也跟我講那些話 也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好像要了一輩子的認同 我好像要到了 所以沒有遺憾 是我2020可能最重要 最重要的願望 那妳在吃那個丹的時候 掉臉淚 那爸爸呢 爸爸當然不要讓我哭 他敢說 你給正大丹也會讓我哭 他敢讓你 謝謝 謝謝 你知道我的爸爸真的 其實 對不起 其實我爸爸 我爸爸 我有帶過我爸爸跟你合照 正大哥 很久以前 大概十幾年前 爸爸跟我合照 我爸爸非常非常非常喜歡你 然後 難怪他生出這麼有水準的女兒 你知道小巴的爸爸有多 多不容易 他 他忍了四年耶 他想很久耶 好像是他主動的耶 我可以了解洪怡的心情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爸爸 尤其他對他女兒的愛 是在他結婚的時候 我去參加婚禮的時候 我是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他認為說 你怎麼可以跟你爸爸四年 所以他有感而發 不然他是很少在主持的時候 有掉眼淚 其實爸爸也不會當爸爸 爸爸也不知道什麼是對的爸爸 對 沒有錯 你有時候不要覺得 爸爸應該要怎麼樣 因為他也努力了 沒有人一失誤生就是會當爸爸 我們也不會是 都在學習 小巴 這個 跟爸爸冷戰了四年 對啊 為什麼 其實真的 其實最近在想這件事情 這是小巴的爸爸嗎 嗨 爸爸 我的帥爸 對 OK 來 請說 我覺得 今天大家這樣子 真是分享我覺得很感動 但是我自己覺得可能 對我來說現在生命中 你說真的要出國這些 都是夢想沒有錯 但是我希望2022的我 是比2021還要沒有遺憾 那因為2021的9月 爸爸離開我了 爸爸走了 對 然後因為爸爸他 應該說 我覺得在他 因為我帶他去歐洲一個月 然後在那個月的旅程 甚至到後來 我們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婦女關係 可是我覺得因為 也許是我的信仰 然後也許是我覺得 方方面面的契機 讓我知道說 我要跟我爸爸修復關係 所以我開始很任命的待在家 真的嗎 很任命的看著父親 因為我覺得旅行真的是 可以看出這個人的 所有的點滴 當我跟他這樣旅遊 我們去歐洲一個月 我們去了四個國家 七個城市 我們都睡在同一間 我才發現我的爸爸是一個 好愛好愛台灣的爸爸 他不會說英文 但是他到不是英語系的國家 他會用他的英文 拼拼湊湊講出台灣的美 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好 所以我心裡其實很感動 我說哇 我認識七十幾年的爸爸 還有我不瞭解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 他前面幾天 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的笑容 直到他真的視訊 跟我媽媽視訊的那一刻 他那個笑容是 我真的覺得他笑到耳朵了 我說爸爸你在歐洲 你居然 就是他思思念念他的太太 可是在那個之前 他跟我媽媽是每一天 吵架鬥嘴 罵 就是都是那種很 很衝突性的 都是孩子在旁邊這樣 好可怕 有時候是真的很害怕 想離開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2021的我沒有遺憾 跟父親這一段關係 即便在真的是 有沒有遺憾真的是 在他離開的那一刻 你可以確切的知道 你心裡有沒有那個平安 我比如說我看到他離開的那一刻 我知道我心裡很平安 因為我爸爸跟我說他覺得他不擔心我 然後他跟我他也都覺得都好了 然後他很很開心有我這個女兒 那你需要修復的 表示說過去處得不好 就是那四年的冷戰 就你剛剛提到那四年的 為什麼要冷戰 因為我我們家女兒多 然後我其實第四個 所以我被期待成為一個男生 那小時候我是活在這樣的期待下 那家裡其實比較 二姐長得太可愛了 然後我覺得大家都 注意焦點都在其他的姐姐身上 所以小女兒很會 我 我就是 這邊有一個小女兒 我很會引起注意 可是我發現 你怎麼努力都沒有用 因為可能兩個姐姐 他們都去上游泳課 從自由式拿到碟式的證照 可是我卻在窗邊 一直看著他們一張一張證照拿 然後魚眼睛有兩個 媽媽說吃了會聰明 但是都是大姐二姐吃 然後我都是魚尾巴 所以大概這種日常 會讓我覺得我不被重視 我不被你們愛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 我的父母跟我很遠 可是我很努力 想要讓他們很愛我 想要讓他們認同我 那真的真的是知道 所以那個叛逆期來得很晚 是在大學的那個時候 我真的考上大學 我覺得我自由了 我要離開你們 對 然後那時候家裡經濟狀況 反正就整個負債 也是到千萬 所以我就覺得 好 那就這樣 再見 我就覺得 我要自己賺錢 因為我高中就自己 住學貸款 就自己賺錢 我就覺得自己好棒棒 然後就覺得可以養自己 你們的動態大我補不了 我們就先各過各的 所以我就等於說 跟爸爸就是陷入了一個 非常冰冷的狀態 這四年真的沒有對話 我買 連講話都沒有 沒有 我買他喜歡吃的花生糖 放在桌上 他知道是我買的 他就不拿 我在桌上吃飯 他就不上桌 有骨氣 他跟我都超有骨氣 都超像的 所以你說 那過年也不講話 過年不講話 陌生人 他甚至不願意簽那個 我的那個 助學貸款的同意書 當時 總而言之 當然人生成長 經歷了很多事情 那最後說 爸爸來跟你和解 對 就是在四年後的某一天 爸爸真的是端著他的 他真的不會做菜 所以他端了一份 充滿蛋的早餐 然後敲我的房間門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只有我們在家 怎麼 只有你們兩個在家 那時候結果我們在家說 什麼死不會吧 你現在要幹嘛 什麼 怎麼了嗎 尷尬 我就非常的慌張 但是我 當然事實上 然後他說吃早餐 我說 我就 很 真的是 我心跳 我不知道那時候有多快 但我知道真的快停了 我就趕快 表示不好吃正常 然後去開門說 然後完全不敢看他 然後把早餐拿出來 謝謝 然後就這樣子 但是那一個早餐 當然是落著淚 把那個早餐吃完 因為 我等這個很久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但我沒想到是我爸爸 就是 就是 那我覺得這有 我覺得人生有很多階段 你跟你父母 永遠不會處在一個 超完美的狀態 可是我覺得有沒有 雙方都很努力 想要 和好跟沒有遺憾 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我超級 我真的是可能 要很感謝疫情 沒有疫情我不知道 我可以 這麼 可以跟爸媽相處得 這麼仔細 然後也明白 他們的存在 看見他們不一樣 就是 也許媽媽的襪子還是亂丟 可是我已經懂得欣賞他了 然後 我的爸爸也 也 跟我講那些話 也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好像要了一輩子的認同 我好像要到了 所以 沒有遺憾是我 2020可能最重要 最重要的願望 那你在吃那個蛋的時候 掉眼淚 那爸爸呢 爸爸當然不要讓我 好想哭 你給鄭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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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你知道我的爸爸真的 其實 對不起 其實我爸爸 我爸爸 我有帶過我爸爸跟你合照 鄭大哥 很久以前 大概十幾年前 爸爸跟我合照 我爸爸非常非常非常喜歡你 然後 難怪他生出 這麼有水準的音樂 我真的覺得 我爸爸 對我生命當然有很多的影響 但是 我每天在這裡都會聽到你的聲音 我是你的電視的聲音 然後 我現在知道 對不起 我跟妳講 沒事沒事 我說我現在知道 為什麼我今天來上這集 因為 你今天跟我這分享 因為我跟我爸也是 目前也是處在一個就是 不要忍在 不要忍在 很像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一直覺得 我應該去看他 因為他已經八十多歲 可是我又一直覺得 我沒有辦法就是 你知道 好像我就是 躲破 對 對 可是我今天這樣聽你講 我就覺得 搞不好他突然間就離開了 你知道爸爸 你知道小巴的爸爸有多 多不容易 他忍了四年了 他想很久 是他主動的 我可以了解洪怡的心情 因為他是一個 非常好的爸爸 尤其他對他女兒的愛 是在他結婚的時候 我去參加婚禮的時候 我是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他認為說 你怎麼可以跟你爸爸 四年 所以他有感而發 不然他是很少在主持的時候 掉眼淚 沒有啦 只是為了收視率 那你戲也太好了嗎 不是演得很好 但是 我說真的 爸爸離開後 我去他的房間 我不小心真的有翻到一張 一張紙條 那我看那個年份 就是我在跟他不講話的 那個年份 他就寫說 其實他當然是寫 就是我不知道 我該拿這個女兒怎麼辦 然後我 怎麼會生到這樣的女兒 他真的不知道 怎麼當一個爸爸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很多的理解跟認同 是他成為爺爺 因為我姊姊都生小孩 成為爺爺 他是個極寵愛 溺愛的爺爺 你就知道說 其實爸爸也不會當爸爸 爸爸也不知道 什麼是對的爸爸 對 沒錯 你有時候不要覺得 爸爸應該要怎麼樣 因為他也努力了 沒有人一事物生就是會當爸爸 我們也不會是 都在學習 對 什麼嘛 我們也沒有當過女兒 但我的意思就是 永遠要給別人 甚至你的愛的家人 一個機會 或者是那個容忍 你有時候想到這個 就多容忍一點 因為永遠沒有一個 符合你標準的任何人 你都不要活在任何的期待下 因為大家都要 都會犯錯 我們都會犯錯 妳知道 妳知道妳年生 因此這樣沒有遺憾 多重要嗎 我知道 真的 我想打電話給我爸 現在 珍大哥你真的是 應該要講 要溝通了 馬上吧 密碼 心情之間要溝通 但是距離產生了 好厲害喔 今天是 這次過年 我的天 開心了愉快了 我覺得快看到 因為我 全世界 父親永遠是最愛女兒的 所以我時常在上課裡面 這麼講 因為我說實在 我兩個女兒 我是很愛她 所以 快點打電話 對我等一下就打 我不陪妳 拜託了 這個 當父親的 而且 我以前在銀行 時常看到70幾歲 那時候70幾歲 我年輕的時候70幾歲 年紀算大的 很多 都說 等一下 我小正 小正小正 我這個 我要貸款 這個可以貸多少錢 所有錢就拿過來 他 貸給誰 你知道嗎 都是他的小孩子 就是 我問你這麼多一位 我拚什麼 他說 不是我 他這樣不吃 小孩 就是這樣的形容 他是雖然說嘴巴這樣講 但是他就是 愛他 對啊 結果我是碰 我的心有手感 就看到這些年紀的人 還出來這樣打拚 所以我時常在上課的時候 他說 我不會騙 陳思小最愛你 就是你爸 就是這個樣子 你也要拚收視率嗎 我沒有 我不是收視率 我沒有收視率 我今天只要坐在你旁邊 我就感受到這種光榮 今天這邊會領比較多 你們真的 華老師 我聽了一個故事 有什麼感受嗎 沒有我覺得他們都很棒 我跟你講 像那個小巴他是 極流勇退 這兩個都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然後你看他沒有 他 他自己覺得說 他們都有自行跟自覺的能力 那在一個人 如果有自行跟自覺的能力 他才能夠突破 所以他小巴 他會選擇跟他爸爸的和解 那是另當別論 是情感上 可是對他人生的 這個生涯的規劃 他會覺得要去選擇一個 紐約的陌生地方 然後35歲去動靈 這些都是突破 那這些都是他願意 為他人生負責任 而且他們都是很認真地 思考完再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 他尤其像婷婷也是 都是勇氣可嘉 他願意回歸平凡 然後重新來過 這個就偉大的付出 你看包括鄭教授 我也覺得不容易 他雖然都是告訴我們 用幽默的態度告訴我 我是一個偷懶的人 看能不能夠越懶越好 可是你要知道 他在銀行16年 那也是滾動石頭部長 他願意為了他的未來 再去念博士 這都不容易 所以我是由衷的佩服 包括I-Frey願意 跟爸爸媽媽這樣子的溝通 這都是未來心靈最好的一個 好感動 感覺上結局是 完美的 一定要記住 明天看一下周氏律 這個已經沒有 這個應該沒有話講 不然我本來要跟大家勸說 明天是希望 那麼今天是行動 昨天是回憶 好棒 太好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好感動 電話 電話 謝謝